全球首脑在一起视频开会的G20分会结束了 我上一次看到这场面 还是在电影上看到 会议结果决定20国集团将启动 总价值5万亿美元的经济斥击计划 以应对疫情对全球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换句话说 饭水了 还是5万亿美元级别的大水 我们将再一次面对通火膨胀的威胁 20国如此迅速地达成一致 除了疫情的威胁外 更大的原因是 在G20分会的开始的前一天 美国就通过了2万亿美元的经济斥击计划 美国都放水2万亿了 你要是不想被收割 你就得跟着放水 所以5万亿美元的全球斥击计划就顺利称赞了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印钞权 可以随意无限制的印钞 那为什么没有国家自由印刷本国货币 然后去大量购买他国的资源呢 很简单 别的国家不论 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 具有拿本国钞票换他国资源的能力 那就是美国 美元成为世界基础流通货币的地位 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上的美国太过强大 一方面是世界各国确实需要一个货币媒介 比如说中国和绿本做生意 绿本买了500亿的中国货 打算用绿元结算 中国担心绿本乱印货币来剥削自己 万一贬值一半 那就亏大了 所以拒绝才用绿元结算 要求用人民币结算 这样 绿本就必须先卖给中国500亿的绿本货 才能买500亿的中国货 双方谁都不敢囤积太多对方的货币 国家之间退化成了以货异货的云时状态 众所周知 这种状态极其不利于两国经贸来玩 对双方都构成损失 怎么办 中国不相信绿元的信誉 绿本也不相信人民币的信誉 美元虽然招点一大堆 但毕竟长期以来世界公论 于是中国囤积了一大堆的美元 绿本也囤积了一大堆美元 大家做生意都用美元结算 方便多了 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这么干之后 世界各国所需要囤积的美元数量 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这些美元都需要每个国家 先把自己的货物卖给美国才能换回来 美国凭空的免费享受了世界各国的支援 导致美国人民的幸福感爆盆 而且这些美元都是不需要负利息的 还需要承受通货膨胀的损失 缓慢的割羊帽 这就是美元霸权的好处 也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 为了保证自己的美元霸权 美国必须维持美元的幸运 通胀可以 但不能通胀的太厉害 美联储的主要任务 就是维持美元的幸运 根据美国法律 美联储是一个独立机构 不是联邦政府的下属 即便是特朗普也没有办法 命令美联储做什么事 这个制度本意就是为了防止 美国政府浪发钞票 撥水了名 同时也极大的增强了世界各国 对美元的信心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国是一个不能够浪发货币的国家 美联储的第一任务是保美元 但美联储同时还有一个任务 要在经济低迷的时候 发行美元从而刺激经济 为美国的社会稳定负责 简单地说就是保美国 这两个任务其实是互相矛盾的 但长期以来 保美国的任务并不影响美元的信任 因为美国经济长年强大 不怎么需要保 一直到2008年 美联储第一次活了解 这一年 美国爆发金融危机 全国金融体系面临着被彻底摧毁的风险 进而危及全球实体经济 为了挽救美国 美联储决定开查饭水大量印钱 实无前例的大量印钱 洪水般的美元瞬间淹没了全球 各国政府被迫大量的印刷本国货币 因为美元多了就势必要贬值 进而导致本币的升值 从而严重的影响本国出口和经济发展 从而导致美国货横行 你要是不硬货币 那美国的经济损失就转移到你的头上了 而不论你硬不硬货币 你以前囤积的那些美元都必然会贬值 这其实严重影响了美元的信任 大家知道 美元不再像以前那样靠谱了 中国推动的货币互换计划 试图让人民币在部分区域具备流通货币的地位 也是从这时慢慢开始的 如果美元信任不受损伤 人民币不可能获得这种机会 而如今美国迎来了第二次大危机 美联储再次开扎反税 以透支美元信任为代价 来保今天的美国 再保美国还是保美元这个问题上 美联储再次选择了前者 2008年的那一幕冲演了 这本主义的危机具有避难性 100个百万富翁的消费能力 比一个万亿万富翁高多了 毕竟亿万富翁再有钱 一年也花不了多少钱 而如果是1万个普通消费者 那种兜里只有1万块钱的消费能力 会再上一个大台阶 这一个印 他们几个月就能够给你全部花没了 这本主义社会的运转需要利润的刺激 而利润来源于消费者 所以这本主义制度需要大量的普通消费者 但这本主义制度运转的最终目标 是消灭普通消费者 甚至消灭百万富翁 进而制造出少量的亿万富翁 这里面就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以前这本主义国家靠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 毁灭自己 然后重新开始 或者掠夺一切 从而缓解矛盾 但二战以后 由于美国的存在 各国储备了大量美元 互相分工经济高度交龙 如果开战 那是山敌一千 至顺八百 再加上核武器 大国之间根本不可能发生战争 而且很幸运的是 那几十年全球科技大爆炸 节节攀升的科技和生产力 抹拼了一切社会矛盾 哪怕资本家吃肉 工人也可以喝汤 大家都有的赚 就不计较那么多了 但是当科技进步迟缓的时候 这个隐藏在资本主义国家的 血脉力的危机 就彻底的爆发了 科技进步速度不够 战争没法打 那就只能够靠印钱了 靠给全社会发钱来续命 勉强维持社会生产的秩序 2008年 美国这么玩了一次 2020年 美国又玩了一次 老主宗留给美国人的庞大一场 就这么被投资了两次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 是新冠病毒的冲击 其实新冠只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本质上还是残联矛盾的积累 如果没有新冠 这个危机会迟几年再爆发 但早晚会爆 除非科技有了革命性的进步 对于我们而言 这是危机也是机遇 2008年 美联储第一次犯水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经验 不知道这么大规模犯水 到底会发生什么 但今年十年实践后 我们知道了这种犯水的结果 那就是资产价格飞涨 但工资不怎么涨 贫富严重 所以这一次美联储的第二次犯水 等于是名牌斗地主 这波疫情过后 美元的信用必然遭到重传 其他国家出问题就只能自己看 美国一出问题就浪发货币 然后全球跟着把美国分担损失凭什么 而且美国的经济 似乎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强 美国经济的帧数 长期落后于美元数量的帧数 这导致了美国实际上是无法远本国的商品 来支付外国囤积的那些美元的 这些美元其实都等同于欠债 一旦美元信用崩溃引发了挤兑 大量国家都拿美元来抢购美国商品 那美国产年输出给国外的通胀 会瞬间反噬美国自己 美国的物价会在短时间内被拉上天 引发恶性通胀 那才是真正的金融崩溃 以前的美国经济因为金融技术高超 就好像是运了十级的美颜 所以看起来像一个九十斤的大美女 这次疫情导致的瞬间断点 让大家发现原来美国经济 是一个180斤的大盼子 哪怕未来美颜功能恢复了 大家也不可能对这个180斤的盼子 再产生信心了 美国的老祖宗们确实给力 辛辛苦苦了一两百年 建设了一个富强的美国 给后人留下了庞大的一场 让美国人出生 就可以享受高人一等的生活 奈何儿孙不生气 而且宰卖爷 甜心不心疼 再让他们糟蹋几次 中国就该上位了 风水轮流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